Happy New Year 嗨 我們陰影虛猫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個Tonichi目前的位置呢 是在我們新竹 那這裡的話呢 是三毛的故居 這個地方呢 透過陰影虛猫報 好 熱情的推薦給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尤其呢 是喜愛作家三毛的朋友 那在三毛的故居呢 有一位服務的人員 你好 小姐貴姓 你好 我姓許 言武許 好 許小姐 那你們告訴我們英語權貿官們朋友 這個地方確實是在什麼地方 好 我們這個地方是在那個 新竹縣的武功鄉 那我們這邊是清泉部落 就是我們山腳下有張學良的故居 然後這邊還有清泉天主堂 這樣 那我們這邊是三毛故居 也是三毛孟居 這樣 是 所以我們觀眾朋友知道嗎 您到了這個清泉部落 來看張學良的故居 然後從張學良故居走路到這邊 大概幾分鐘就到了 大概 如果從那個清泉一號橋上來 大概十分鐘 那如果走過也差不多十分鐘 大概有兩條路線可以選擇 十分鐘以內就到了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我們三毛的故居 那我們現在請 您說您姓許嗎 許小姐 好 許小姐呢 帶著我們來看三毛的家 那這邊呢就是有紅色的紫磚 來 那許小姐來看看 我們在故居裡面可以看些什麼好不好 來 幫我們打 謝謝 那當初三毛來這邊的原因是 因為他來幫神父翻譯他的書 那神父就是那個丁松青神父 丁松青神父 對 他的哥哥是丁松 他哥哥叫丁松云 長頸入眉宇的是哥哥 這個是弟弟 這樣了解還挺像的就對了 對 這樣很像 那請問三毛呢在什麼時間呢 住在這個紅磚 是民國七十二到七十五年 然後時間不長就是三年而已 然後也來來去去的 大部分人來的時候是帶著可能 旁觀人的出版社 來幫神父討論一些翻譯的書 這樣子 那他在這邊算是 也是一個沉思跟放空的時候 因為當時他來的時間點是 他先生過世沒多久 然後來到這個地方 所以他其實在這邊 並沒有什麼他的作品跟文章 那唯一有提到的文章 有登在聯合報上面 就是希望說 如果這邊有收入的話 可以回到這個部落 那他是第一個房客 我媽媽是第二個房客 所以這個部落叫清泉部落 清泉部落 然後就是陶山村 武功鄉的陶山村 是 那我們知道三毛呢 他是黃冠有名的作家 總共三毛對不對 對 他寫了多少本書呢 在這邊有二十七本 是原本的排版 哇 總共是寫了 那陸陸十七本 陸陸續續有二十周年 三十周年 其實黃冠有在改版 就是把這些書 就濃縮一下 然後編輯了一些些 是 那實際上他的作品是有二十七本 那我們知道三毛本身一生 也可以說非常的坎坷 所以也塑造成三毛呢 他非常憂鬱的個性 能不能跟我們觀眾朋友談一下 三毛呢 他一生當中遇過哪些呢 這一些坎坷的事情 其實他小的時候就是有 因為念書的關係 然後可能因為當時的體制的關係 就是老師算是比較權威的 那還有因為老師的一些教學部分 還稍微有點被老師霸凌 所以他變成是有點自閉 變在下自學 那其實除了這部分之外 是因為他的感情一直都循循循循 那他第一任的為魂服是猝死 那第二任又是因為 潛水溺斃 所以他這一生算是 我覺得對於感情這部分 是他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那也因為可能感情有多少少 也有一些憂鬱的狀態 所以最後才選擇 在他四十八歲的時候 在台北的隆重 算是以自殺的方式 離開這個人世這樣 那時候他好像也是身體有患疾病 他就是得了什麼病呢 他是算是復科的一個小疾病 就是子宮內膜增生 然後他只能去開個這個小手術 但是可能當時情緒低落 可能加上也有一些麻醉藥什麼的過程 那他最後一通電話也是打給了浩平叔叔 當然你知道浩平叔叔沒有接到電話 所以就有這樣的一個遺憾 那我們知道嗎 這一首也是記得當面劍來 來到三毛的故事才知道 這一首叫感蘭樹 這一首的話是三毛寫的這個詞 是不是 那三毛寫的詞 他賣給了就是李太祥 曲是李太祥寫的這樣子 是 我們來唱一小段好不好 那我幫大家 就稍微一小段 是感蘭樹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 流浪遠方 流浪 哇聽這首感蘭樹 想到知名作家三毛 覺得今天好特別喔 能夠來到三毛的故居 這個地方是全年都開放的 對嗎 開放時間是什麼時候 大概是從早上9點到下午5點 然後每天都有開 就是沒有分就是什麼假日 是 而且他門票也是大家能贊助 這樣子一個私人的地方 一個人才台幣20元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還會送一張明信片 我們在這邊還有明信片 認不認識多喜歡三毛的人來這邊 都會有一個很放鬆的感覺 好棒喔 再次謝謝 也謝謝所有英語宣報 所有的觀眾朋友囉 大家告訴大家 我們三毛的故居等你來囉 我們英語宣報下次見了 拜拜 感謝色 magnатели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不要放鬆 我們下次見 milestones 我們下集見 呢 我們下集見 有關 走吧 呢 我們下集見